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她就是不愿意原谅我 我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真的不知道应不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董21岁来自河南健身教练 小佐25岁来自河南健身会级顾问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一个健身房的吗 不是 不是啊 我看一个是教练 一个不是会级顾问吗 不是一个健身房的 并不是 咋认识的呢 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 然后觉得她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俩就是特别能聊得来 然后就考虑在一起了 谈恋爱谈了有多久啊 谈了有一年左右 你这个小篇说的大概是两段对吧 第一段是说你们谈恋爱 前段时间她对你特别好 很甜蜜 是的 后来发现了一些问题是吧 咱们从哪儿开始说 先说甜蜜还是先说问题 先说刚才是好的时候 先说好的时候 来 就是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是要准备回家探亲吗 我老爷生病了 他就偷偷背着我买了机票 然后就陪我一起回家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暖心 很贴心 他陪你一起去 对 类似于这样的事还很多对吗 还有什么 还有一次我们那次出去 然后就下雨了嘛 我扭到脚了 他就是特别紧张我 就是全程抱着我去医院 一直护着我的头 因为我哭得特别厉害 然后从医院做各种检查 然后再抱着我回家 对我很照顾 就特别心疼我 这就是在刚开始这段恋爱的时候 男生为女生做的 让女生能够很感动的事情 是吧 是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呢 现在就变成 他对我一点都不在意了 不在意我的感受了 就不在意你这个人到底怎样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他平常在家洗衣服 他只洗他自己的衣服 然后他看见我的衣服 他就也不帮我洗 这是为啥 就是有时候那个女生的衣服 不敢洗 害怕洗坏了 然后他又凶我啥的 以前洗过吗 洗过呀 洗坏过吗 没有洗坏过 以前的话 我就对他 可能到后来是确实有一个改变 但是 就是男生自己也承认说你有变化 是吧 就是有那么一点 因为 我觉得 我觉得就变化太大了 这打击我就是我朋友过生日 然后我就提前订了树花 那时候我脚扭伤了嘛 不方便去拿 我们在吃饭的地方 我想让他帮我拿一下 然后他就特别不开心 当时嘛 拿那个花 我跑了三趟 然后去地铁站 然后每隔一趟都是一公里远 然后我回去 什么也没吃到 但是我回去 我那时候他脚崴 我就看着他 在边喝酒 我说你脚崴不能喝太多酒 更何妄是和其他男的 嗯 就有点吃醋 那男的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呀 你说一起吃饭 大家一起碰个杯 也挺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 是我跟你闺蜜一直去喝酒 没有一直喝 只是说你进来之后看到了 你就觉得 我一直在跟人家喝酒 怎么样呢 那后来呢 那后来他把我放在那里 他就走了 我自己回他家 所以女生的对比 是来自于说 你看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你是那么照顾我 对吧 现在我脚都扭畅成这样了 你居然能不理我 男生给到理由是说 我跟你跑前跑后的 对吧 你在那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喝酒 我心里不舒服 我是泄愤走的 那有什么事 我们俩可以回家再说 你就起码 起码我送回家吧 因为我的朋友 以为他会送我 但是他也没送我 就我自己走的 这件事我就觉得 心里挺凉的 所以这有反差是吧 嗯 后来我又问他 你为什么要生气 当时他问他说 我没吃饱 啊 饿了 行 这个就如果在恋爱当中这样的事儿 你有时候会觉得伤人 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后来小片里面还提到了 你发现他一些什么的 对不对 就他跟别的异性聊天比较暧昧嘛 这点我就觉得忍受不了 当时是维护那个客户嘛 哦 女生是怎么发现的呀 那次我们冷战了嘛 然后我想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 我就给他转发一个那个 就外卖的红包 我想用他手机点外卖嘛 就跟他主动说话 就结果他不把手机给我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嘛 你为什么不把手机给我 我就就必须要抢过来 然后抢过来之后 就发现了他微信上的 跟别人的聊天记录 哦 就比较暧昧 就是平常会跟我说的一些话 但他说给别人 我就觉得 所以你认为他是变心了是吧 对 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是一个维护 然后有时候说话 我就把女性的话 就当兄弟一样的处着 有些话就说的可能重了一点 哦 所以这是理由啊 就是你确实承认 你跟那些异性在暧昧聊天是吧 没有暧昧聊天 就是我感觉正常一点说话 都怎么说的呀 我只看到了关键词 因为我不想往下翻了 我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嘛 就是有想你这种词汇 哦 还有宝宝 是他发的 还是别人发给他的 别人给他发的 但他也有回应 哦 那除了在这个微信上面 发现他 这个跟其他的异性有暧昧之外 还发现什么了呢 当时因为这件事 我们吵得很凶嘛 然后就 后来他态度非常诚恳 他说为了维护 而且我也没有发现 就是说特别过分的行为 然后他又拿出了一个 他写的日记本 我看那个本我很感动 就我们从开始的第一天 到后来我就 就原谅他了嘛 但是第二天 我不是 不等等 那日记本记的是什么呀 是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然后一直在一起的一些记录 哦 就是每天都记是吧 嗯 就是他平常对我说不出来话 都在上面嘛 哦 然后 就是等于他吧 跟你说的甜蜜语 写在了日记本里是这个意思吧 嗯 他拿出来了 他想说明他在意我嘛 哦 厉害 就因为这个小宝贝 我当时就原谅他了 以为他真的是在维护客户 嗯 但是第二天 他就跑出去喝酒 喝到凌晨四点多才回来 回来之后 我还得照顾他 喝得零丁大醉的 啊 然后我就特别气愤嘛 但是他一个喝醉的人 我也没 没办法去跟他正常沟通 嗯 然后就 我就生气 我就翻他手机了 啊 翻他手机 我就发现他那个不是客户 是他在一个社交软件上的一个小姐姐 哦 又是通过社交软件 嗯 刚才不是还说是客户吗 嗯 当时 我们冷战的时候 我就和那些 软件的人说话了 有的时候我也是问一下 就我和他之前的事情 和别的女的问一下 因为我就想了解一下 女性到底怎么想 哦 那也不至于 很暧昧是吗 咱现在说的是一个女人吗 这个是同一个女人 就还有了其他记录 还有他跟别人的合影 哦 就是 他跟别的异性也保持比较亲密的联系 然后这个 这个是在跟你 冷战期间还是其实在你们的交往期间一直持续的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 就是冷战的时候 他就跟别人聊的很多 嗯 然后我就接受不了 我觉得如果说 嗯 你要是跟我分手了 你跟别人怎么聊都没关系 但是你明明知道我在意这个点 你还要去跟别人聊的话 我觉得 就他已经无所谓的态度了 所以你是来分手的是吧 你是要来晚的 我们已经分手了 哦 分手多久了 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其实我还挺喜欢他 哦 一定在一起那么久了 然后有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有误会 啊 然后也说不开 那你赶紧把误会说呀 哪些事是误会你说给他听啊 就那个聊天吧 聊天其实我也是就是想问一下别人 因为那个人他跟我说了 他和他男朋友之间 然后我就说我们之间怎么回事 让他帮我总结一下 啊 这总结不会总结到暧昧上 他不说是因为暧昧吗 他说我有暧昧 但是 就是他看那个聊天记录是 我们冷战的时候 啊 我跟别人聊的 他跟那个女的聊天记录 就是在我们冷战期间 哦 所以我就觉得 冷战期间你还去跟别人聊 那就 就对这段感情就已经放弃了 对 那你今天为什么还来呢 不都已经分手了吗 就是你已经其实做了一个决定了 对吧 是 就说 呃 这是我的原则 这是我的底线 你这样我肯定要跟你分开 你不都已经做了吗 就是我内心很纠结 因为我们双方见过父母了 然后他我们分手之后 第四天我姥爷去世了嘛 然后我也没跟家里说 我们分手的事 我就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也不容易 而且我对这种感情我挺上心的 我以为一直以为能走到最后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纠结 你的纠结是来自于说 我能不能原谅他 是这意思吗 是的 这个聊天的内容是他说的那种 所谓的两个人在糊涂情感困惑 还是你说的非常暧昧的那种内容 我当时只看到了关键词 因为我就是没有犯完 我就看到他 他跟别人就是说 宝宝还什么想你 我就不想往下翻了 就不是那种亲密的聊天 有时候他看我的聊天记录 就看到 比如说我说一个 就敏感的词 就不往下看了 你明明知道他介意这个 你干嘛还说敏感的词 就是他不看完 他不了解那种 就是全过程 聊的什么 他就看到敏感词 直接就生气了 所以对你来说 你是认为说 你并没有什么这次聊天 是吧 对 是个误会对吗 是误会 对你来说 你觉得看到关键词了 是吧 是 因此不知道敢不敢相信 或者愿不愿意相信 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这简直就是无理较三分嘛 我特别讨厌一种男生 就是说 哎呀 我需要跟别的女人 讨教一下经验 我好知道怎么哄你呀 你跟别的女人 讨教哄自己女朋友的经验 干嘛呀 这换言之就是 借着讨教经验的空档 顺便聊个商 然后再向 有可能发展某种关系的女生 宣布一下 我的感情出状况了 可以有新人出现了 就是套路嘛 所以你站在这个台上了 已经在这里 你是希望来解决问题的 你是希望奔着 你们两个人重修与好的 那就请你说实话 坦诚一些 做错了 就是做错了 不甘寂寞 就是不甘寂寞了 好好认个错 女人呀 在一段恋情当中 其实说的一点不夸张 就是福尔摩斯 男生稍微的一个 举动的变化 不夸张地说 甚至你微信表情包 多增加了一个表情 我都会想 这个表情 是只有女孩子会发的 谁发给你的 所以在女人的心中 她只有愿不愿意去看 愿不愿意去承认 愿不愿意去面对 而没有捉不住的鬼 所以如果你耍这样的 小聪明的话 在女人面前 我讨教经验 我劝你还是 以后就 就这样吧 因为真的瞒不住 如果你真心实意 在谈这段恋爱 就请 好好的爱一个人 如果你不能的话 那就请你 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好好的说再见就好了 然后另外还想说 女生一点 也是说给广大 女性朋友听的 有很多的男生啊 一开始的 无微不至的照顾 都是出于 荷尔蒙的作祟 长期以往 你想让她 保持一个频率 去一直这样的 关心你 照顾你 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抱那样的 幻想和奢望 女孩有的时候 不矫情 不做作 自己能处理的事情 自己独立地完成 不那么去依赖她 不觉得她那么重要 她也就不把自己 太当回事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们两个人 如果要是 真的想要好好在一起 请坦诚 如果还心里想有 小九九在的话 那就就这样吧 何必呢 对吧 好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女生来这里的目的是 问的是 能不能再给她一次机会 是这样吗 我想说其实 与其说给她机会 不是说给自己机会 我需不需要 给自己再受一次 伤害的机会 看看你们交往的过程 这个男孩 不是不会关心人 他非常会关心人 只不过是 他愿意不愿意去关心你 我们都知道 在热恋之后 肯定这个温度 两个人的温度 是会下降的 但绝不至于说 原先要洗两个人衣服 变成了现在 只洗自己的衣服 明明以前能够抱着你 去医院 那同样你扭伤了 都不带陪你的 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她对你 真是不再关心了 好 此时又出现了 暧昧的这个事件 太说明问题了 而造成这种 一系列问题出现 说就在于你 你始终是不敢去面对 已知的事实 你看到了暧昧的关键字 你就不再往下看了 你不敢去撕开这层面具 在这种情况下 他才能一而再 再而三的套路性的得逞 他会给你一边拿出一个日记本 一边说你继续再往下看的时候 你就会理解我 你们双方的标准 对于爱情的标准是不一样 差距太大 所以种种事实表明 你需要再给她一次机会吗 给她一次机会 就是给自己伤害的一次机会 就是这样 所以女孩 咱们独立一些 自尊一些 没有她的陪伴 搅扭了 你一样可以回到家 对不对 让自己坚强一些 不要依靠别人 好不好 尤其是这种所谓的 蒙密自己的眼睛 然后去试图描绘一个 可能存在的爱情 这是在欺骗自己 伤害自己的事情 好吗 她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关键是你 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就这样 其实我非常认可一种观点 就是我们的爱情 不可能始终保持一个热度 但是当我们的热度降低的时候 爱情归于生活 归于平淡的时候 绝对不是去找其他的异性暧昧 而是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精神 分在不同的层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培养 兴趣爱好 我们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工作 可以去努力做任何友谊的事 绝不是找异性聊天 如果爱情的热度开始下降 而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 有了暧昧的行为 那一定是不再那么相爱了 所以我希望 女生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 她没长大 没定性 她的心不可能 持久地恒定地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你也不用再苦苦求她说 别跟我分手了 你明明做不到对她 专一 对她钟情 对她心无二意 你干嘛不放人家自由 去寻找一份和她相匹配的 两情相悦 两个人从一而终的感情 所以你不能太贪心 什么都想站着 这姑娘不错 我得跟她还好 有那网上的网友聊天 聊得特别让我心里舒服 我还得聊着 既然你玩心未死 不要耽误姑娘了 放人家走吧 而女生我想说的是 我不建议女生 用窥探别人隐私的方式 来证明自己要和她 继续在一起 还是分手 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对待一段感情的判断 应该是由自我感受为主 比如说她对我大不如同前 比如说她对我非常冷淡 我理性地判断出 可能我们不再相爱 她不再喜欢我 如果上升到说我要去偷偷看她的手机 我要去窥探她的隐私 我要去了解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自己脸上也无光 对自己的成长也无意 其实你很清楚 你不去查她的手机 你也觉得她的感情不全在你身上 何必再去做那些 让自己更痛苦不堪的选择 所以希望如果有下一段感情到来的时候 你能收获一个真正和你一样 渴望稳定 渴望从一而终的爱情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来男生追问你的问题 在冷战期间 你是不是对别的女生动过心思 有没有 冷战期间的话 你实话实说 有 是有过是吧 对 我再问一下 你这个念头动得有多深 就是我始终感觉她最重要的 因为我当时 那你动的是什么念头吗 我就聊聊天 跟姑娘说一下 你是不是害怕别人说 你显得比她老 这点倒还好吧 没有特别介意 你比她大多少岁 四岁 这四岁会成为你的心理负担吗 不会 不会 她在最初给你认识的时候 是隐瞒了自己的年龄是吗 是的 她少抱了两岁 你在意吗 当时挺在意的 你不是刚才说不在意吗 我在意的是她隐瞒我 你在意的是隐瞒 骗我 其实我认为 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说 她到底有没有 跟别的女生有暧昧 而是从这段感情 从一开始 你就是不自信的 你自己内心一直是不安全的 无论是年龄 无论是她关不关心你 对你有没有关爱 还是出去喝酒 这所有的一切既可以体现出 她是不是对你游浓转淡 还是说她是不是心思都在你身上 但最关键的是 我认为你的这样的年龄和你这样的性格 你谈不起姐弟恋 你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你跟一个比自己小四岁的男生谈恋爱 你是有一种一点点不安全感 而这些所有的不安全感变成了你的焦虑 使得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变得思想不再独立 不再坚强 每天像金弓之鸟一样 所以你不太适合 在这段恋爱当中再继续下去 现在不是原不原谅她的问题 而是你是否还能重拾 对于一段情感的自信 你在怀疑她的同时 你无疑就在怀疑自己是没有魅力 你在怀疑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 很有可能随时随地成为一个受害者 所以说此时是否自信是你最大的问题 而对于男生来说 你今天说了实话很好 年轻的时候有点心圆一马 这太正常了 但最关键是不能付诸于世界 你才21岁 你不可能就天天拿这个手机坐在沙发上 这样浪费自己的时光 你不如多学点东西 你说呢 说实话 提起你的自信 这段感情继不继续 我认为不重要 最关键的是 要提起自己对于生活的希望 对于感情的自信 别的就不多说了 好吗 就这样 我们反正 现在很多人在这个情感当中 容易出现那个救命稻草现象 就说哎呀 终于有一天 我们就让感情被一件什么什么事给压倒了 其实在此之前 能不能早都预备和处备好了 对吧 女生已经说了 说我要结婚了就是她了 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重大变故 对吧 对 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假设是我要跟她结婚 你可能都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吧 你看 完全没有 所以在对一个爱情的目标上 你们谈了一年多 大家在最深层的 你看 她开始喘气 就你们在最深层的一个目标上面 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 你们当然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不重要了 今天就大家都知道了真相就好了嘛 其他你们自己做选择 真情六十秒 就相处了那么久 我感觉我这件事是我做错了 但毕竟只一年时间了 就想能不能原谅我一次 然后以后会好好的 因为还小 我现在也是一心放在赚钱上 就为了以后给你一个家 那你从来没想跟我结婚啊 所以 这不是说你改不改的问题了 虽然也曾贪心 虽然也曾悲心 有时候 我也挺难为情的 谢谢两位请回吧 所以当最后这个女生提着一口气 又放下来的时候 大体知道她要干嘛了 来 请关门 所以你看 经常咱们在节目里面去做一些呼吁啊 说你要因为爱情结婚 不要因为年龄而结婚 你说过很多次 但是真的到现实生活里还是这样 一口气放下来是 你居然没想过跟我结婚 那是她最失落的在全场 我看她最没落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看这样一段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恋爱关系 要想走得长久 往前走 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沟通 如果你对未来没有沟通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恋爱是越谈越别扭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陈旭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吧 看抉择 请开门 还有话跟她说吗 没话 啊 没有 没有了 好 谢谢你 请回 所以有些话是 别人说就可以 放到自己思想说就特别不对 比如说 因为年轻 所以年轻可以这样 但是你自己你不能说 因为我年轻 你看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所以我想对于男生来说 今天是一堂挺好的课 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能够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这个生活是积极的向上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现在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什么事都跟我对着干 她说去苏州是为了工作 可我觉得她就是为了躲着我 不愿意看见我 她太幼稚了 什么事都听妈妈的 根本不和我商量 我感觉她就是保护我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可她什么都要管着我 我觉得她就是想太多了 她骗我 我都没有建议 她怎么还要分手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陈 22岁来自贵州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梅 32岁来自江苏 私营企业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老师们好 好好好 怎么认识她两位是 我是出交通事故 开车撞了她 然后为了处理交通事宜嘛 会留着电话号码和微信 然后呢一次她生病 我带她去医院看病 得了严重的肺炎 一说说要住院 我看她也蛮可怜的 身边连照顾她的人也没有 就这样连续照顾了她一周 这样认识了 当时我确实的生病挺严重的 然后她照顾了我一周 我也很感动 就这么开始好上了 对 刚开始的话 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为我准备小惊喜啊 小礼物啊 哄我开心 她以前是厨师嘛 也会杀我喜欢 吃了糖醋排骨 我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 她也会 半鬼脸也好啊 唱歌给我哄我开心 直直到我告诉她 我离过婚 她就完全变了 我没变 你以为拉近说 她压根就没有告诉我 她离过婚 是我跟她在一起 时间长了之后 她才告诉我的 行 等于你们俩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车祸而结缘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还挺愉快的 是吗 是 你那时候知道年龄比你大 你知道吗 知道 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才知道的 知道 你介意这事吗 不介意 不介意 什么时候知道她离婚的呢 怎么知道的呀 我当时也没有故意说 想要瞒着她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 我也并没有想过要跟她交往 是吧 我也不可能路上就抓一个人就说 我离过婚 我有小孩 还有孩子是吧 对 还有小孩 孩子 你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没跟我说过你离过婚 而且带过孩子 刚开始的时候 她对我确实很好 我跟我前夫属于闪婚 从认识到办完婚礼 一个月都不到 所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她对我的那种好 我整个人都沉浸在里面了 我觉得我就在 我也害怕 我怕如果说假设我告诉了她 这个梦会不会就没了 这个泡沫会不会就破了 也就是说你后来喜欢上她以后 是刻意在隐藏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 是这意思吗 后来我也告诉了她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瞒下去的 告诉之后她有什么变化吗 她告诉我之后 我开始的时候是挺心疼的 然后 心疼 是 是心疼她离过婚 还是心疼你自己说 我怎么碰了一个离婚的女人 因为她当时给我说了 她当时离婚的经历 我听了确实有些心疼的 是心疼她是吧 对 你知道她离婚的同时就知道她有孩子吗 其实我并不介意她离个婚 但是我介意的是她欺骗我 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她没跟我说 她虽然嘴巴双手不介意 但是她很多地方都变了 她以前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也不嫌弃她 都是 她以前有习惯说睡觉的时候喜欢听歌 她以前是戴耳机听 现在直接放工放 我本来睡眠就轻 然后白天有各种事情 那几天我连续头疼的就一直睡不好 我跟她吵了一下 她说什么来着 你睡不着就到外面去睡去 这事要是歌以前的话 她宁可自己睡不着 也会让我好好睡 她现在真的变了 她是耳机坏了 然后我当时也在气头上 也就没在意 那房子谁的房子 房子是我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把她轰走了是吧 大猫的事呢 猫 她明明知道我讨厌小动物 我觉得那小动物是很脏 有细菌 她身体本来就薄弱 她就咳嗽嘛 整个月 挂水 吃药都没见好 急了我就问医生 这怎么回事 怎么不见好啊 医生说 她就是过敏性咳嗽 因为有过敏源 她就断断续续好不了 我说医生 我家里养只虫猫 她说很有可能就是虫猫 她宁可自己 过敏 咳嗽 也要跟我对着干 对着干的意思就是 还养一只猫是吗 是 我们跟她对着干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猫 我朋友正好送我一只猫 我看着挺可爱的 我就把她带回家了 那你之前怎么不羊猫呢 得 说回去了 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 你离婚了呢 你看 肯定又说回去就怪圈嘛 是不是心里还有点意思 要跟你对着干 气不顺呢 说实话 也没这个想法 行 那就没有 那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有时候 我没想到 你也会把我想到了 现在呢 我说的事 你能拖则拖 什么事她拖你 有一次吧 家里的那个水龙头坏了 我跟她说了 叫师傅上门修一下 也不要你自个儿修 我回来的时候水龙头还放那 你就这么忙 忙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从小都是我在家里 我妈妈做的 我都不管 在这我就先问几个问题 你是知道她离婚 然后马上就知道 她有孩子 还是说 先知道离婚 后知道她又有孩子了 先知道离婚 然后再知道孩子 我跟她在一起 时间长了嘛 然后她才慢慢告诉我的 慢慢告诉你的 那你不要去看孩子吗 孩子跟你们住一起吗 孩子谁管 孩子 她嘛 她是 我也不是经常去她那 就是前夫带着孩子的是吧 孩子是我 你带 因为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的肉 不经常是她那是吧 对 你指的她是她是吧 对 你跟孩子生活在一起是吧 是 男孩女孩 是女孩 多大吧 六岁 那她 那她见过吗 见过 我见过一次 给她女儿送过一个娃娃 哦 她女儿长得确实挺可爱的 哦 女儿挺可爱的 你是介意她离婚还是介意她有孩子 我是不介意 因为我还喜欢她嘛 主要就是她 她前妻 对我隐瞒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是 这个 人家一开始也没打算跟你交往 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也没刻意骗你 行吧 那我们往后听吧 后来呢 就是说你发现 当她知道你是离异有孩子之后 你发现她变了 对吧 对 您交代她的事 她会拖延 对 然后她不养猫 就是她开始跟你对着干 对吧 她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跟她说话 她以前嘛 还会比较仔细认真的听 我现在跟她说话 她就沉默不语 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整整天天地玩游戏 以前不玩游戏吗 以前她是只是偶尔玩玩 现在就是 我感觉我 每次看她的时候 她眼睛就是盯着手机 那你们俩就这个事聊过吗 我说过她 但是她就是不作声 我就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您就什么事说过她呀 她经常被我说 经常被你说 她说过我一次 是她那次去广东出差 然后回来告诉我 要接她的那个时间地点 我当时嘛 觉得时间还早 我就想玩一两把游戏 打发时间 然后到了时间 我再去接她 然后和朋友约好 打着打着 把时间给忘了 那时候正好一天 在下的大雨嘛 我看到临着雨回来 挺狼狈的 因为知道她会生气 我也没敢说什么 你好像挺怕她的是吧 也不是 因为各方面 我都比较迁就惹她嘛 行吧 你们俩聊过未来吗 她以前是在南通的 在南通 然后呢 她是做厨师来着 我告诉她 离婚这个事之后呢 又一次晚上回来 就告诉我说 我把工作辞了 我要去苏州 哦 走了 对 她以前有什么事 都跟我商量 远远一听我的建议 这次回来 就直接通知我了 我那次去苏州市 想出去发展一下 因为我在苏州那边 也有好几个朋友嘛 我去那边呢 好歹有个照应 所以你们俩 现在是异地了 对吧 对 异地了 哦 你那些是什么朋友 带一起除了打游戏泡巴 啊 还有其他什么内容吗 这就算了 还隔三差五的跟她借钱 你本来经济就够呛 还跟你借钱 又不打欠条 那些都是我的朋友 呃 我们相组的都很好 然后我也比较欣赏他们 他说又不是不还了 还了吗 好厉害呀 就就就管着跟妈一样 还了吗 还没有 哦 那你去苏州之后 觉得轻松了吗 你还好吧 会想他吗 挺想的 他哪里是想我 他是希望有个保姆罢了 我每次去明起明月 去跟他约会 每次去看的 都是一堆的泡面盒 然后呢 我就到他家 给他收拾房子 给他做家务 给他做饭 走之前 还把他冰箱里塞得满满的 就怕他给饿死了 哈哈哈哈 你这恋爱谈的累不累呀 累 哎呀 你们俩之间有打算吗 有打算 因为我 对他很有感情 所以说 我不想跟他分手吧 那你家人知道 你们这个关系不知道啊 我家里面 也知道 但是 极大的反对 我跟他的 是因为年龄 也因为 这个有孩子 也没离过婚 对吧 对 我家里面 虽然说是反对 但是 我也有我自己的决定嘛 毕竟 都是我以后的 幸福吧 你妈妈 就是不待见我 就是不待见我 你见过他妈呀 见过 有一次 我跟他在家 就因为 洗碗那点小事 半嘴 他妈刚好来了 然后他和他妈妈 私下不知道说什么 就说 家务活是女人 应该做的 啊 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我那么成是风里吹大的 这家务活就应该我做 不是 你比我大 也比我成熟 应该这一点事 应该也稍微迁就一下我 应该没事的吧 而且 这些家务事 从小到大 都是我妈妈做的 我都不做 你跟他母亲冲突过吗 正面的 因为他妈妈 毕竟是长辈 有时候说的话嘛 我也不会跟他计较 哦 但是呢 有些话 有些事情做的 确实也比较痛心 比如说呢 比如有一次 他妈妈跟我 还有他一起吃饭 嗯 他妈妈就当着我的面说 他一个男同学 找了份比较好的工作 还找了一个 比自己小两岁的女朋友 这不是在笑话 我年纪比你大 说我管着你吗 你这个自己想 我妈妈那不是心直口快吗 我以为她不介意的 没想到她还把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反正你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既然这么相信你妈妈 这么听你妈妈的话 早点就算了呗 我不想让她分手 那你不介意她离过婚友孩子 不介意 那你不介意就此之后 你跟你妈就闹掰了 没有 我妈她虽然是长辈 但是我还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要冲破层层的阻力 就要跟她在一起是吧 是 这个在一起的概念是 谈恋爱还是结婚呢 跟着 你结婚的目的吧 你结婚为目的 谈恋爱 因为她 她真的太幼稚了 不是她又 你 哎呀你真是抑郁惊醒梦中人啊 是你幼稚吧 我也是比较纠结吧 哦 嗯 所以您的纠结在哪呢 因为我的前夫太扎了 哦 所以我在想 她对我确实很暖 这一点是我比较留恋的 哦 但是 她所有的 工作也好 妈妈也好 她整个的生活状态 都让我比较失望 哦 行吧 她对我也挺好的 而且 她不像其他小女生那样 如果不回微信和短信的话 就生气 我不期望你现在有多大的成就 但最起码能让我在你身上看到希望 哎呀 你们俩在一起说话 我永远不在一个评点上 她刚才说表扬你 你听见了吗 她说你大气 是吧 她就经常哄着我说着我开心呗 我是想说 虽然说 她比我大 但是我不介意这些 因为她毕竟比较成熟 而且各方面都为我出主意啊 啊 感觉她是我喜欢的类型 对 又喜欢又是个靠山 对吧 给你出主意啊 可以帮到你啊 你就是觉得 小 听话 不仅听话还对你好 是吧 但是 她有的时候也太强势了 啊 什么事我都要迁就她 她如果说跟我分手的话 恐怕也找不到 像我这样迁就她的人了吧 哦 你跟我分手的话 你也找不到像我这样迁就你的人了 行吧 听听老师们对于这段情感的看法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卷 这根本就是一段不平等的相处恋爱模式嘛 两个人同乘一趟恋爱的列车 每个人所选择的终点不同 在这趟车上欣赏沿途风景的心情和心境就会完全不同 我相信男孩一开始也是觉得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可是慢慢的当一些真相浮出水面之后呢 你其实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你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 其实现在你都没有考虑清楚 接下来你们两个人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她有一个孩子 孩子六岁 怎么跟孩子相处 你的家里的妈妈本身就看她种种不顺眼 再带这个孩子回到你的家 这一家人又要怎么相处 这些问题你压根都不敢去想 不敢去触碰 因为你现在是什么心态呢 得过且过吧 如果再遇到一个合适的 就可以了 那对女生说的其实是什么 无论你再喜欢一个人 无论你再享受这段关系 如果你有了刻意的隐瞒 那就不是爱 因为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不会希望看到他因为你的事情而伤心难过 所以你有没有做好准备 接下来真的要跟他共度余生牵手走下去吗 你有没有做好女儿的思想工作 去接受一个这样的父亲 你有没有做好思想工作 去走进一个不太喜欢你的婆婆家 都是问题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是稀里糊涂的 都彼此分不开 不舍得 但还不甘心 所以接下来好好想想自己要什么 未来的路怎么走 不要盲目仓促地去决定 要结婚或者怎么样 因为你已经有过一次错误的婚姻经历 就更不要这么仓促地 去把未来放在一个男人身上 好吗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刘娜老师 你们两个人真有可能修成正果吗 可能 但是可能性极低 因为女生其实你看上这个男孩什么呢 是他这个人本身的魅力吗 可能不是 你最看重他的就是听话 能够哄你开心 为什么标准这么低呢 是因为你上一段婚姻带给你来的伤害 上一段婚姻你的前夫一定是不受你控制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抓到一个需要你照顾 并且能够被你身上那个母性的关怀所吸引的 这么一个男生 他不成熟 他说介意不介意你离过婚或者是有小孩这件事的隐瞒呢 我觉得当下的他是不怎么介意的 他只不过是像孩子一样 为自己种种的错误找一个借口而已 你看你对我也做错事情了 你隐瞒了我 所以没有用耳机放大声音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休息了 等等不跟你打招呼就做出一些决定 其实都是在孩子式的报复你 但他真正现在他是不介意的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孩子有的是善变的 他现在的决定并不一定是你期望的今后他的决定 他没有这么笃定 这一点你一定要看到 男生 你笃定的说能说服自己的母亲和他在一起吗 你真正考虑过今后 你所面临的家庭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吗 你担当得起吗 你只是对他所给予你的母亲的关怀一种依赖而已 因为你现在就没有完全脱离你母亲的这种关照 你想用另外一个母亲来接受你 你觉得自己很安全 但他不可能给你所有的这一切 因为你要是接纳他的爱 你要付出对他的爱 他需要的是能够帮他分担 他是可靠 并且能够懂他的人 你不懂 你只是一味的期望说你来照顾我 像妈妈一样 无私的照顾你 他不可能做到的 他可能一次两次的能把你的屋子收拾好 能把你的冰箱填充好食物 但是他不可能无所回报的 像你母亲一样的对你这样付出 明白吗 他是要回报的 所以说不要把他等同于你母亲 因为根本就无法相提并论 所以说你要真正进入一段恋情的话 你要考虑成熟 否则你们面临的就一定是分手 甚至于是相互的一个伤害 但其实两个人本身都没有错 一个渴望爱情 一个渴望被人爱 但是爱情一定不能只是单方面的 所以谨慎考虑 好吗 就这样 我其实觉得 你们这段感情 对于女士来说 从来没有稀里糊涂过 你心里其实一直明镜似的 你一开始和他在一起 其实就是因为 他的温和顺从 可以让你受伤的心有疗愈 所以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主动地告诉他 我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只要你一说破 这个疗愈的功能就没有 你说的所谓 他什么朋友们打游戏泡巴 对 我感到他真的有没有 感谢 你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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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适合你们的生活 不要再彼此消耗 彼此负累 作为一个开心的人 祝福你们 谢谢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 生活非常的不容易 多数人都会觉得 如果一个女人碰上一个这样的状态 都应该找一个结实的肩膀 来帮自己分担 而你为什么会找一个 比自己小这么多的 一个小男生 我认为 其实你对婚姻 是不太抱希望的 否则你不会放低 对婚姻的要求和标准 是 现在就有些女人说 我只要找一个忠厚老实的就可以了 这其实背后是透露着女人对男人的失望 是 太帅了嘛 靠不住 太有本事了 太有野心 不可控 所以找一个忠厚老实的最好 或者一个年纪小一点的 单纯一点 好调教 但是 你会发现你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 因为你对婚姻的要求低了 标准低了 所以你对男人的标准也低了 因为你的概念当中就是 我的下一段婚姻只要不出事 我忙一点 累一点 安安静静的把孩子养大 就可以了 不祈求什么浪漫 不祈求什么激情 只希望一切顺遂 但是你要知道 当你对婚姻的标准要求低了 对爱人的要求低了的时候 会导致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 就是他自己对自己 不会有任何要求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有些婚姻生活当中 当一个妻子对男人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 只要他老是 本分 一开始他是这样的 到后来进入婚姻之后 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作为 不上进 很懒 就生活的一切都得靠你 因为男人会认为 我只要老是本分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那么有本事的 更何况有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人照顾我 所以我认为 第一你们是很难跨越 他没有那样坚实的臂膀 帮你去分担 他更理解不到 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六岁的孩子的不容易 他不理解 所以你们之间很难跨越 但关键是你 你将来不踏入婚姻则已 你如果想要踏入新的感情 记住 不要放低对男人和婚姻的要求 也不要放低对生活的品质 不要因为曾经受过伤害 所以今生就这样吧 只要不出问题就可以 你越是这样的想法 越会出问题 人不能放弃对生活的追求 不能放弃对婚姻的品质 不能因为曾经的一个 伤害过你的男人 一个品德很差的男人 而彻底放弃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 那样得不偿失 明白吗 行 就这样 女生你真的有想过 跟这个男人有什么结果吗 你可以坦率地告诉他 有吗 没有 对 因为如果你要想跟他 有什么结果的话 你压根就不会放他走 你要想跟他有什么结果的话 那天晚上他把你轰出去的时候 不可能那么轻松地 就掩安而去 听明白了吗 小子 在这段感情里面 在他看来就是 原本想象的是一场 风花雪叶的浪漫的爱情 而没有结果的 所以你们自己看吧 到底是继续谈着恋爱 还是奔着结婚去 你们自己做选择吧 一起 真情六十秒 我知道 我有些不足 但是我会慢慢地成长 变成熟 还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会和你开心 然后给你扮鬼脸 做你喜欢吃的菜 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都是挺好的 虽然说我父母对你意见很大 但是我还是有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实在有些舍不得你 尽管你以前的婚姻是多么的不幸 我愿意用我余生的经历来弥补你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请关门 来请开门 来小伙子来 还有话跟他说吗 虽然不能在你身份中 继续跟你一起走下去 但是 我希望你以后能 幸福 找到一个跟你合适 爱你的男人 好 谢谢你 请回吧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 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问 我跟男朋友谈恋爱之后啊 身体胖了四十几 他一开始说我胖得挺可爱的 可现在呢 却特别嫌弃我 而且 我也不是故意胖 他现在让我天天去上减肥课 我不想去 他就跟我吵架 说 不减肥 就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我该为他减肥吗 其实我回答你问题非常简单 你不该为他减肥 你该为你自己减肥 切记 在恋爱中的任何一方 一定不要因为爱上了对方 而忽略了对自己的爱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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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